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总价值6万亿美元的2022年预算案 使美国联邦财政支出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 同时在未来10年的财政赤字将超过1.3万亿美元 拜登的这项预算案比前总统特朗普任内最后一次预算案增长25% 许多经济学者警告此举将抬高全美物价 曾任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 奥巴马政府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与哈佛大学校长的萨莫斯本周警告 拜登要控制支出因为美国面临极高的通货膨胀风险 自拜登执政以来从食物、二手车到木材等等 各方面物价均上涨 预计也还将继续升高 根据媒体的测算 按照拜登的支出计划 仅仅到2024年 美国公共债务与GDP的比值 将超越二战期间创造的历史峰值106% 到2031年 这个比例更将达到117%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·耶伦预计 美国高通胀率将持续至2021年年底 这引发了共和党人的强烈批评 一些民主党人也对这些计划的高昂费用 提出了相对温和的批评以及抵制 到目前为止 白宫的这份预算案 还没能获得联邦参院的共和党参议员支持 多谢您的isk据 多谢您的证据 大人习律